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简报吗 都看得到吧 可以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那么我们在开始谈AI写作链金数的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聊 昨天我去逛书店 然后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书 书名叫做过程商机 那他的书腰上面有一段话 让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AI生成时代 懂得分享过程才是获利之道 他说过程比结果还重要 那我觉得这段话 其实让我觉得蛮有共鸣的 那这也呼应到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我们要怎么样叫确实GPT写呢 其实这句话有其他更深层的意思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 都外包给AI机器人 我们还是这个万物的主宰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要需要多多的思考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分享里面 我就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AI写作工具 那么一开始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郑我叫郑伟权 那么因为我的名字比较复杂 所以各位叫我Vista就好了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Vista 应该就可以找到蛮多我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我最早呢 是这个念电子工程的 后来进入网络圈 所以我也在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 比方我待过搜寻引擎的公司 待过入网站 那么后来呢 我就到媒体 然后也做过电商等等 那么现在我在经济日报写专栏 然后我自己有在一些企业公部门 甚至大学院校讲课 然后我有做一些顾问咨询的工作 这个大概就是我的背景 那么最近因为在研究AI写作跟AI行销 所以我做了一个新的网站 那么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来我的站逛逛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 新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新的趋势 好 那另外呢 我会在这个月底 我会在城邦文化 城邦集团出版一本 有关于这个确计辟的书 那这本书当然就是谈的是 我们怎么样运用AI写作工具 来跟大家来去谈谈 怎么样去应用这些工具 来帮助你的写作 好 我想今天呢 就很快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先来聊聊 到底AI写作 是怎么一回事 它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是什么 那么因为今天我的内容蛮多的 所以可能我会讲比较快一点 那么如果各位有听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随时提问 或者是我也很期待在后面 问答的这个单元 我们可以再多聊聊 因为我想 这样子比较能够帮助大家 实际解决你的问题 或是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说到AI 我们感觉这几个月感觉到这个 他的离我们是越来越近的 感觉他的这个魅力 或者是他带给我们的一些威胁 但其实AI它不是一个新科技 它不是一个新玩意 它其实早在1956年 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所以从1956年到现在 其实已经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了 对吗 但是为什么最近大家特别感受到 这股AI的风潮呢 那这因为是AI 它其实它是一个资本密集 它是一个技术密集的一个产业 所以虽然1956年就开始有了 AI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过程中 其实它遇到了很多的低谷 它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用这些 这么棒的这些AI的各式各样的工具 跟服务 其实我们也应该很感谢 前面的这些专家学者 或者一些大企业 因为有他们的努力 我们才有办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么便捷的这些服务 我想一开始先让大家理解AI的一个发展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最近我想各位一定常在很多的媒体 或者网上看到相关AI的讯息 那么我不知道各位 你会不会感到有点焦虑呢 有人说这个AI出来 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工作都被取代 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慧 其实它主要是负责预测 那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判断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的看法 我是比较抱持审慎乐观的看法 我觉得重点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 你还是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的兴趣是什么 你的专业是什么 那么我建议大家要好好的做一番自我的盘点 那么这样的话 比较能够在未来的AI时代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那接下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AI写作的发展严格 那刚刚我们提到 AI其实早在1956年 它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呢 要谈到AI写作 其实还是这几年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知道像这个OpenAI 它是在2015年成立嘛 然后这个开始它是有GBT1 它是2018年的事情 所以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更迭 它大概是在前两年 才开始大家开始意识到说 我们可以用AI这样的技术跟工具 来帮助我们写作 那么到了去年呢 就开始有比较多的这个商业的应用 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 开始在写商品文案 写广告的创意或新闻稿等等 运用这些工具 那么现在坊间也有各式各样 AI写作工具 应运而生 像这个很多的工具 我后面也会再跟大家介绍 那么到了今年 当然这个AI的写作应用 就更多元 那么甚至呢 也开始进入到这个艺文的创作 举个例子 比方说像在美国的这个 Amazon的这个Kindle的电子书上面 开始有人试着用AI程式 然后去创作一些童书或是绘本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去做一些销售 那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著作权的争议 但是我想这个也代表说 AI写作的确现在是这个发光发热 然后开始受到大家的注目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题目讲说 要叫ChurchPT写 但是我想后面我想我就会跟大家来聊聊 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协作 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来帮当我们的小帮手 那AI写作的观察重点 当然我想这边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因为近年来我在很多的公部门企业或者大学院校讲 教这个文案写作 那么我也常常面对很多对于写作有需求的这些学员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大家在写作上面遇到哪些的瓶颈或者哪些的需求 那现在有AI写作这样的工具 当然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想我们一方面要借助这些工具 但是我们也是要自我提升 刚刚我提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外包给这些AI工具 毕竟很多东西还是只有我们有的 比方说我们看写作 其实重要的是还是你的观点 所以你的观点跟你的观点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 那当然后续还有一些像法规啊 作作权等等的问题 你还有待解决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可能大家都要先有这样的认知 偶尔有人的麦克风都没有关 可能要先把麦克风关掉哦 小帮手帮我 好像是丽娟吧 好像是丽娟同学 小帮手那边帮我把丽娟的声音切掉 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啊 那接下来聊一聊AI写作到底它有什么优势 那可想而知我们知道AI写作可能第一个它可以节省时间嘛 然后当然它可以帮我们去做更连贯的 好的叙事甚至呢 它对于所谓的SEO啊搜寻引擎优化等等提高效率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们立刻看得到AI写作的优势好 那么刚刚提到我在这几年我有很多的写作教学的经验 那么我就发现很多人会有一个这个空白页综合群 或者空白页正后群的现象 也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要写一篇文章或者是你的主管要你写一个提案 然后你明明也收集了一堆素材 可是你打开电脑打开Word或打开PowerPoint 你就头皮发麻 你就提笔千金重 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遇到的状况 所以叫做空白页综合群 正后群 那么现在有了这些AI写作工具的帮忙 当然它就可以帮你打草稿 或者它可以给你一些方向 甚至它可以帮你发想 我想这些都是AI写作的一些优势跟好处 那当然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 这个角色也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为就像我们看到这张投影片上面看的 哇看起来好像很惬意 以后是不是我们只要这个打几个指令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泡杯咖啡 然后翘着二郎腿 然后叫电脑帮我们写作 是不是这么的美好呢 当然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 的确就是AI写作工具可以帮我们代劳 可以帮我们去发想 但是当然它不能完全替代我们 否则我们的价值何在呢 所以这个地方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那么再来我会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有哪些AI写作工具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轴是谈确GPT 但是我在开头我还是会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些 我自己使用过 我觉得也很不错的一些工具 那么有兴趣的伙伴 你可以自己去使用试试看 然后去找到一两套 你真正喜欢你觉得合适的这个工具 我想现在的工具非常多 但是大家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一直不断去尝试 我想这个部分我先帮大家找一些 让各位你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你去找到一个你真正喜欢 你觉得很合适自己的部分再来套用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先来讲讲这个Notion AI 那很多人可能知道Notion它是一套这个笔记软体 当然啦 如果你说它是一个笔记软体 可能他们不大服气 因为Notion现在是一个all-in-one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数位笔记 它可以做资料库 甚至它可以做网页等等 那么它在去年11月的时候 Notion的开发团队就宣布说 他们开始推出结合AI的这个function 然后开始可以在他们的笔记软体里面加入这个AI写作的这个功能 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试过了 那么如果你还没试过也无所谓 你可以这个之后可以去试试看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投影片上面就是这是我之前截的图 那么在这个Notion的笔记本上面你可以打几个字 就让它帮你生成一篇文章 那么它的界面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笔记软体 所以它的界面还是很像笔记软体的感觉 所以它是比较贴近我们对于写作的想象 我想各位都要写作或多或多写作的经验 你可能在你可能是用这个记事本写 你可能是用Word写 你可能是用各式各样的软体写 那么Notion的软体它的界面就很像我们写作的这个场景 所以你可以给它一些方向 给它一个题目 它就会自动帮你写出来 那甚至呢 你还可以要求它 比方说它写好之后 你可以要求它说 这个可能写的不够好 你可不可以重写一次 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让它写的更长一点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它写的已经很满意了 你就按Done它就完成了就自动帮你存档了 所以其实这个Notion AI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么各位如果说你在尤其是职场写作上面 你有一些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其实Notion AI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工具 那它现在是它有些免费的Quota 那么你如果超过的话 一个月要付美元10块钱左右 那这个部分就是各位你可以参考跟斟酌 你可以先试试看免费的部分 那后续看看有没有需要付费 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看看之前我做的一些应用 那么很有趣 我就问他一些有趣的题目 比方说我试着要他分析一下我的写作风格 那没没想到居然他就能够好像看起来有模有样的 从这个词语运用 句式结构描写手法等等 他居然能够帮我分析的好像有那么一点样子 那但是在这边我想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想要做类似的尝试 你可能要先去思考这些这个人或是这些的资讯 他是不是在网路上有足够多的资讯 那像因为我自己常常在网路上写文章 或者是有采访有很多部落格等等 所以我在网路上的数位足迹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 那这样子当然比较有利于像这个Notion AI 或者是New Bean等等他们来做一些搜寻 所以当然他比较容易找到我的一些素材 那么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请他分析一个好比是一个新锐作家 或者是一个刚开始经营自媒体的作者的风格的话 可能就比较不容易 这部分可能要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么当然我们讲了Notion AI它可以做很多的功能 所以好比说我请他帮我设计我的课程的招生网页的销售文案 他也可以写得出来 或者是说像之前去年10月我如果出版一本关于文案写作的书 那么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篇宣传的新闻稿 甚至是我给他一些条件 那么他就可以帮我写出来 所以我想Notion AI的确也是一个蛮方便的工具 那么各位如果说你的需求比较是在这种传统的写作 或是跟笔记相关结合的部分 那么我觉得Notion AI的确是一个各位可以尝试的工具 我觉得它的确蛮不错的 那当然我必须说现在AI的相关工具其实非常多 琳琅满目可能都有上百套 甚至千套都有可能 那么我想各位你可以多试试看 你可以先去评估一下到底哪一两套是你自己比较喜欢 比较合适的你再来使用 我想也不要花太多时间都在尝试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比较多的心力 放在有价值或是有生产力的事情上面 好那么最后甚至我还可以请他 模仿这个作家公布美性的写作风格 来写一篇短篇小说 所以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写的也还蛮有模有样的 那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以前是写小说的 我也出版过小说 我出版过非常多的书 所以我自己来看这个Notion AI模拟 这个公布美性的写作风格 我写出来的这个短篇小说我觉得还蛮有一点味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超过我的预期 我也觉得有兴趣的伙伴可以试试看 其实这个还蛮好玩的 好 那刚刚我们讲过了Notion AI 那Notion本身它是一个笔记软体 所以当然他的AI的功能还是跟他的笔记的这个功能 会有很强的整合 那么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AI写作工具 我想这边我会跟大家介绍几套是我自己有在使用 而且是我我有付费购买的这个软体 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页影片上面有列了好几个软体 这些其实都是AI写作工具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现在其实这个全世界的AI写作工具 其实大概有上百套之多 那么每个工具可想而知 他都有他的强项跟他特别的厉害的地方 比方有些的工具 他们很适合做SEO 搜寻引擎优化 有些工具他很适合帮你找挑错 校对 有些工具他很适合帮你生成这个大纲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各位 你也可能要针对你的需求来去搜寻 那在今天的讲座里面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两套 那么这两套是我本身自己都在使用 而且我有付费购买的这个软体 第一套叫WordHero WordHero当然顾名思义好像就是文字英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文字英雄 你当然登录之后 你就看到他有一个后台的界面 然后他会分门别类 根据什么商业类 行销类 社群媒体类等等 他会划分 那么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各式各样 他的这个提供的服务 比方说 你可以叫他写一个文案的公式 你可以叫他帮你想想一个这个部落格的标题 或者是大纲 或者是结尾等等 因为很多人说写作开头很难 但结尾也很难 所以你可以请他帮你想想这个 如果你要写部落格文章的话 这个结尾要怎么写 才能够这个质地有深 再来还有 比方说如果你想写本新书的话 你也可以请他帮你构思新书的书名 或者是你要下这个脸书广告 你可以请他帮你想想 脸书广告的文案该怎么写 所以基本上这个War Hero 他大概提供了八十几套的这个功能 其实还蛮完整的 那我在这边我就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下他可以怎么做 那么之前我也曾经想过 我想这些软体大部分都是老外发明的 我就想说那这些东西 到底他能不能支援中文呢 到后来我就打中文 好比说我把我之前的书名打进去 然后我请他用这个AIDA的这个写 文案写作的公式 然后帮我发想一些 没想到他也这个写的中规中矩 我觉得蛮不错的 表示说他对中文的这个处理能力 他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那再来看看这个也很有趣 我现在列的是这个华硕公司 他的slogan 华硕品质坚弱磐石 那么我就请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想想看 这个公司的愿景跟使命 结果我们就看到 他居然也能够写的还蛮不错的 比方他写说 这个华硕智利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优质 然后坚弱磐石的一些产品服务等等 我觉得他写的好像还不错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 很多人有这个空白页 正后群 如果你一开始想不出来怎么写的话 那也许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工具 让他帮你发想 帮你想一个开头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力往下写 那么这也许是一个 现在的一个不错的写度模式 那么也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下来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你也可以请他帮你组织一篇文章 所以你给他一些简单的描述 给他一些简单的关键字 甚至是你可以指定这个你文章的调性 比方是兴奋的呀 理智的等等 那么他就可以帮你产出一篇部落格的文章 所以像刚刚我给他一些提示嘛 然后很快的按可能一两秒钟 他就写出了一篇像右边 右干边这样的一个文章 那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 那甚至下面还有一个赞 跟那个导赞的按钮 如果你觉得很棒 你可以按赞嘛 那如果你觉得不理想 你按那个导赞 他可能会再产生另外一篇文章给你参考 我觉得这个也蛮实用的 各位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然后再来 当然他还可以帮你写什么 想写履历啊 写求职信 比方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说如果我想要应征一个资深产品经理的工作 然后我把我自己的技能跟我的过去的工作经验 我把它列在上面 那么很快的这个Win Hero就帮我产生了两个版本 列在右边 我觉得他写的还不错 那么因为我自己有在帮人家做履历见证 我光是今年我就做大概超过600位的履历见证 我发现其实很多年轻朋友普遍履历 都写的不大好 可能都没有抓到重点 或者都是千篇一律 或者是受到这些模板的限制 大家写的履历都很像 那么我现在发现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些AI写作工具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写出一些比较有心意 而且能够比较能够凸显你的个人价值的一些 这个履历或求职信 那相对这部分我觉得Win Hero也做的还不错 那么等一下我会在这个TradeVT的部分 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用不同的提问的方法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履历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今年看了五六百份履历 我真的发现大家写的都 普遍来讲都很不理想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很游行 当然有机会的话我也很希望 未来可以再跟大家多分享 就是怎么样把履历写好了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Win Hero 他也可以帮你写这个脸书广告的文案 所以你给他一些线索 他就能够帮你产生这个文案 甚至是像现在大家很喜欢拍影片 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请他帮我们 把拍写这个影片的脚本 或者是影片的描述 我想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像YouTube的这个频道上面 有很多的影片 所以这个SEO也非常重要 你怎么下标啊 你怎么写这个描述啊 也非常重要 你怎么下这个tag也非常重要 那我想我们现在有这些工具可以参考可以使用 其实是会方便很多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好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功能 那个软件叫做Win Hero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套的软件 叫Shapia 那当然各位你看这个字 Shapia它里面提到一个sharp 所以各位你不难猜想 这个Shapia的强项 可能跟零售啊 跟电商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Shapia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各位你看 现在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呢 那这篇文章大家有看到吗 它有标题 有特色图片 还有小标 对不对 这篇文章看起来也是好像还蛮不错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 这篇文章全部都是这个Shapia 全部都是Shapia 它写的 连这张图片也是他帮我找的 有没有觉得有点神奇啊 所以你看现在这些AI解析工具 它真的非常厉害 只要我们给它一些方向 给它一些线索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 的确省时省力很多 也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谈到像下标 下标当然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其实不缺资讯 我们缺的是好的资讯 那么大家在滑脸书滑賴的过程中 其实那个标题就很重要 如果这个标题看起来很平淡无奇 你可能就看就一下就滑过去了 如果这个标题有点悬疑性 会有点趣味性 会有点实用性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多看两眼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请这个像Shopee啊 或是像ChartGPT 这样的工具帮你多想几个标题 那么我们再从中去挑标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所以以往我在写做课的时候 我也会请我们的同学 以后写文章 你不要只写一个标题 你至少可以写三个标题或五个标题 然后我们再用所谓的A-B测试法 我们来这个 我们来想想 我们可以从中去挑到一两个合适的标题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做法 那当然这个Shopee它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当然它可以帮我们 甚至它可以帮我们这个规划书籍的大纲 这个课程的大纲 这个它也很在行 所以像我最近在写书 我也是在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规划一下这个课程 或者书籍的大纲 它也很快也帮我想出来 那虽然这个我最后的这个大纲 没有完全照它的这个方向 但是我也觉得 它的确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很好的这些资讯的来源 我觉得这的确是帮我了很多 所以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东西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甚至呢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自己以前写的文章 请它帮我们审核 甚至帮我们重写 那么像现在在同一篇看到这篇 题目叫做打造企业品牌力如何拥抱品牌思维 这篇是我之前我去访谈一位专门在交品牌行销的老师 那么我去跟他做访谈 访谈之后呢 我写了四篇文章贴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文章贴上来 然后我就请Shoppa帮我评鉴一下 看看这个有没有哪里需要修改 那么果然他也给了我一些建议 那我觉得这也蛮不错的 那我在后面我会跟大家讲 各位你也可以同样用TrackGPT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但可以请TrackGPT帮你打草稿 你也可以请他扮演写作教练 请他来给你一些写作的建议 我想这也是非常实用的部分 好那甚至像这个Shoppa 他还可以帮你做这个很多的清单 或者是结构的排列组合 我想这些东西都对于SEO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有这些工具的帮忙 我们真的可以省时省力很多 不过当然我必须说 我们还是这个文章的主人嘛 所以各位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 都丢给机器人做 我们还是要去好好去思考 好好去把关 这个地方我想我要再次再跟大家 再呼吁一下 那么有人问到说 这个可不可以提供相关的简报资料 那么我可以提供这个精华版的简报给大家 但是我希望各位你好好听 然后你可以听讲心得好吗 因为我想 AI写作的重点不在AI 还是在写作 所以一来我会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运用AI工具来写作 二来我还是鼓励大家 你要多练习写作 你才会精进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可以好好听讲 然后你可以写今天的听讲心得给我 我会把今天的简报给你好吗 我想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好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像刚刚提到的 我会把我的文章贴在这个Shapia 然后他可以帮我去做一些组织 他可以有一些建议 那么这样的话的确我们就可以审时审视很多 我想这些都是工具给我们的帮助 好 那刚刚讲完了这个Shapia跟War Hero 那也顺道一提 就是这个Google 他也有一个相关的软体叫Google Bar 那么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Google Bar他的界面 长的是这个样子 那之前他还是只能用英文 但是我想现在他好像已经开通了20多种语言吧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也许现在中文讲中文也会通了 那因为这个是我之前测试的部分 所以还是只能打英文 所以我就打英文 那么我就告诉他说 这个我是一个教写作的老师 然后我就给他一些提 给他一些这个需求 然后他就给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这个Google Bar的 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新的工具 那尤其是昨天晚上Google才刚开这个IO大会 所以有关于Google的这个 他们最近也在AI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布局 我想有兴趣的伙伴 你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媒体的报道 这个我想Google啊 微软啊 Facebook啊 这几个大厂 或当对岸的百度 等阿里巴巴等等 大家都很关注AI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都到底他们哪些工具 我们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们前面就讲过了这些AI工具 接下来我们就把主轴放在这个ChartGPT 因为我们今天说 要叫ChartGPT来写嘛 对不对 那要怎么让他写呢 这个我们来跟大家来看看 那我想有关于ChartGPT的简介 这个部分我想我就带过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ChartGPT是OpenAI开发出来的 然后呢 他在今年3月这个有了GPT4的版本 然后他基本上 他就像是一个9岁小朋友的心智 那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9岁小朋友其实是非常厉害了 所以其实我们跟他的对答 应该他都是对答如流 那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ChartGPT 他就是一个对话引擎 他不是搜寻引擎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请大家要 稍微有这样的认知 我发现很多朋友 还是会把它当成Google来用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对的 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跟这个AI互动 我们也应该要有一番新的思维 跟新的想象 所以我也问他说 在哪些情境下用ChartGPT会比用Google还来的好 那么他给我的回复是告诉我 在比方在这个自然语言的生成 编辑或者是情境理解等等 文本摘要等等 这个是ChartGPT比较厉害的地方 那当然有些地方还是Google比较厉害 比方说你去问 你去问好比说这个民生社区有哪些厉害的咖啡厅 你问这种问题 当然还是Google比较厉害 这种问题你就不要问ChartGPT了 我觉得ChartGPT他是就好像跟你在文字接融 他跟你对话 他是一个推理的引擎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每个工具它的强项在哪里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也希望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认知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提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叫他写 其实叫JTGPT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我们不但可以叫他写 我们也可以让他给我们回馈跟建议 举个例子 像我现在如果在经济日报写专栏 那么之前我就尝试把我在经济日报的某一篇专栏贴上来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写作的回馈跟建议 那么其实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是教写作的 然后我又在报社写专栏 当然我自认写的还不差 但是我就想想看 那我自认写的应该还可以的状况下 他到底能不能给我一些具体而且有用的建议呢 这是让我很好奇的事情 那么没想到他居然给我五个建议 那么如果让我用这个写作老师或写作教育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给我的五个建议里面 至少有三个我觉得是可以采纳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JTGPT就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各位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这么厉害的工具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这边有几个部分想要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他有他厉害的地方 他一定有他不擅长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Google的搜寻引擎 这个地方我想请大家要特别记得 然后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过往我们都是跟搜寻引擎 我们每天都在用搜寻引擎 我们可能平常都是打关键字 我们都是打关键字 那么各位你有发现吗 你现在打关键字进去 你可能很快就找到答案了 你大概也不大会去看第二页第三页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用缺GPC的话 你就要不断的去跟他对话 不断的去跟他限缩他的范畴 避免他这个包山包海 或者是偏离主题歪楼了 所以有人说 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正确主义 慢慢转型到修正主义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 过去我们查Google 我们都希望得到正确的资讯 比方说你去查某个餐厅 某个咖啡馆的这个联络的电话 定位的资讯你希望得到是正确的 但是你现在在缺GPT 如果你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假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假的资讯 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给他限缩 不去不断的限缩他的范畴 不断的修正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得到更棒的结果 我想这个部分先让大家有这样的认知跟理解 那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拥抱 确GPT呢 这边我有一些建议 就是你要去想想看 你要怎么去跟他对话 再来你要怎么样去征服他 你要怎么样很快的传递出去 然后呢 你要怎么样去放大他 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在这边我有一个有趣的比喻 我说给大家听 我说如果你不大会用AI 那么AI对你来讲就是加法 一加一等于二嘛 那你顶多用你会用AI顶多就是一加一等于三等于五 但是如果你很会用AI的话 AI可以是乘法 那乘法的想象空间就很大了 对不对 那我想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乘法吧 你应该不会只满足于加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好 所以我这边做个简单的小节 我说拥抱确GPT的正确知识 你要从对话增幅放大到活用 这个地方当然 我想我们也是不断的与时俱进 好比说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当初在冬天的时候 在一二月或是二三月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确GPT 当时可能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 或者部落格 或者很多人在谈什么提问的咒语 指令 所以你就会试着下那些咒语 下的那些指令去问他 或去考他 那么你觉得很有趣 或者你觉得他很不准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 不但他的余料库不断的精进 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 所以在今天的分享 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活用 这个确GPT 我们可以怎么样请他 来扮演我们的写作教练 这个部分其实是 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 所以在这边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问对了 你才能找到好答案 所以你要先问对问题 所以这边衍生一个题目就是 提问的技术很重要 各位你会不会提问 会影响到你的答案的品质 所以在这边我想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提问的设计 这是两个日本作家和写的书 他的这本书提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提问是一个让人们 透过创造式对话 重塑认知与关系的媒介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对于提问 这个学问有兴趣的话 我欢迎你去找这本书 或去图书馆接这本书来看看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 好好去重新学习一下 提问的技巧了 好 那么说到提问 当然方间有很多提问的方法 技术框架 那也许也有人听过这个 那如果没听过 再让我再讲一下 那有个日本人叫申金贵枝 他是有个网站 叫no.com的体验长 no.com是日本的一个内容网站 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方格子 或者是匹克方 他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在上面 发表内容创作的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申金贵枝呢 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主管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框架 那么我把它转成中文 简单来讲 就是他告诉你说 你的提问 可能每次可以大概300字 然后你的用词前词 要尽量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确实比较 相当于9岁小朋友的心智 对不对 所以你要用这个小学生 也能够轻松理解的 这些智慧来去发问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就很重要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我在这边帮大家 做个简单的整理 简单整理 就是如果你想要用这个 申金式提问框架的话 当然有几个步骤 你可能第一个 你要先清楚定义角色 然后你要很明确的给他这个输入跟输出 你要很清楚让他知道说 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所以我们在提问之前 我建议大家 你要以中为时 你要先去思考 各位回想一下 你过去在用Google搜寻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没多想 你可能只想说 我就是要去查 民生社区有什么厉害的咖啡馆 信义区有什么厉害的小店 对不对 你就打几个关键字进去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以后用GPT的话 你可能要先想清楚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那么这样子反推回来 你尽量限缩他给你的这个范畴 这样子会比较精准 那我这边又举个例子 我说好比我想要这个 请他这个讲一个故事 给六岁的小男孩听 想讲一个床边故事 给这个六岁小男孩听 而且我告诉他说 因为六岁的小男生 喜欢听一些冒险探险的故事 所以我请他设计这样的故事 结果很快他就讲了一个 有个男孩叫汤姆去探险等等 其实就写的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刚刚也说了 我自己以前是写小说的 所以我对于这项这样的文本 我是特别有感触 他写的好不好 其实我是一眼就很有感觉 那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而且我实际把这个故事 讲给小朋友听 小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写的还不赖 好 那么我相信各位过去一定有听过 这个5WH所谓的六合法 那我觉得这个六合法 其实是蛮适合在现在 这个所谓的AI时代 我们再拿来用的 我们刚刚讲提问的技术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各位 你也可以用这个5WH的方法 来去应用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 你怎么样有效的提问 那么很多人会抱怨说 哎呀 确计计不准啊 哎呀 他都乱回答呀 我想可能是因为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虑 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够清楚 他的这个背景 跟他的特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再用这张朋友片 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让你可以理解一下 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背景 他是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然后呢 你必须要给他很多的一些背景知识 你要给他一些相关的资讯 这样子他才能够给你比较精准的答案 还有一点跟搜寻情不一样是 以往我们可能丢个关键字进去 我们只查一次 我们就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但是像现在这种的提问的话 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跟他对话 这个地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甚至我也举例 比方说这边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之前 我有请他这个试着帮我 重新去发想这个7-11的 这个咖啡广告的文案 我说你可不可以在这个 他不许有个文案叫做 在城市探索城市 这个是桂轮美代言的广告 那么我说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里面没有咖啡的元素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想几个 比较吸睛的新的文案 但是又不能太花俏 那么很快他就给我这个几个文案 比方说探索城市寻找好咖啡 或是7-11你城市探险的最佳伙伴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啊 那么当然你不能直接 把这样的文案就交上去 但是我想至少这样子 应该有三四十分 甚至六十分的水准吧 那么他给你这样的提示之后 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发挥了 对吗 所以各位如果你也是一样 每次在写作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个提笔千金重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充分的运用 像确GPT这样的工具 请他帮你发想 请他给你几个方案 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提问的技术很重要 你要先想看 你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想一想 你想得越清楚 你可以得到的答案就会越精准 所以我们这边提到 也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你想要跟确GPT共同创作的话 有几个原则你要注意 比方说你要用正确的语法 标点符号也很重要 各位不要想看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非常重要 然后当然第二个 可以的话 我也鼓励大家多用英文思考 因为毕竟像现在确GPT它的语料库 里面90%以上还是英文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英文来发问的话 也许可以得到更精准 或更有趣的回答 当然各位你也可以试着 把同一个问题同时用中文跟用英文去发文 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然后再来像言简易概 用适当的词汇 这些当然都是一些重要的原则 那么第五点 如果你常常觉得说你都答非所问 或者你都觉得他说的都是一些废话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你的提问策略 那当然我觉得第六点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叫确GPT写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 说我还是鼓励大家你要多练习写作 我们说这个练习不会骗人 你多练习写 你都知道怎么写 你也知道怎么问 那么当确GPT给你一些线索的时候 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去发扬光大 怎么样去套用它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相信各位最近一定常常在很多的报章杂志 或者是网路媒体很多地方看到有人在交这些所谓的提问的指令 或者提问的咒语 对不对 那当然我觉得这些部分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你甚至可以把这些咒语拿来拆解一下 那么像我在即将出版的书里面 我也有付一些咒语大权给大家做参考 不过我想其实那些咒语大权不见得完全符合每个人的需求 因为毕竟我们的领域不同 我们的行业别 我们的需求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现在看到坊间很多的什么指令大权 咒语大权 你拿来参考可以 但是不见得要直接套用 那么各位你可以把那些句子拿来拆解一下 你可以去想想看 它里面的动词是什么 它的形容词是什么 它的名词是什么 用拆解的方式也可以帮助你去思考 让你自己去写出更棒的更合适的指令 或所谓的咒语 这个地方也很有趣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就这个咒语就非常多了 我想这边我就简单一列一些 那有兴趣的这个伙伴 我们也许会后我们可以再多交流 那我自己有写了很多 我也有收集很多 所以有兴趣的人我们可以会后再交流 那甚至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比方说 好比说各位你可能有读过一本书 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原子习惯 对吗 那么这个原子习惯 你就可以给它一些线索 比方说我说 你要先用一个文案的公式 来帮我写这个宣传文案 你给它一些线索 你给它一些线索的条件 然后它就可以帮我们写出 这个不错的宣传文案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各位你要注意 如果你直接说 请你帮我 请你帮我把这个原子习惯 做个摘要或者是你帮我写一下这个原子习惯 的独处心得我想它也会写 但是它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进理想 或是不如你的想象 所以在这边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可能要把一些背景知识啊 或者是你的条件等等 你要把它列在里面 这样子你得到的答案跟结果才会比较精准 好 那甚至你可以不断的问它 比方你就问它说 原本的文案好像不错啦 可是可不可以改得更好 对不对 可以凸显它的价值等等 那么它又可以再给你新的版本 我觉得也是非常相当不错的部分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要再跟大家介绍几个不同的提问法 除了刚刚那个身经贵之的 那个提问框架之外呢 我这边有所谓的4A提问法跟4W提问法 那么4A提问法当然顾名师 就是它就是4个A开头的单字嘛 那4W提问法就有4个W开头的提问法吧 比方这个给AI赋予角色 然后确立明确的目标 提出具体的请求 补充附加资讯 或者是这个 我的情况是什么 做一个背景交代 那么我想要做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那假如你是谁 那我希望你做什么 所以这个4A提问法或4W提问法 各位你都可以套用 那我后面我举几个例子 那么比方我这边提到 我就说我想请你扮演营养师的角色 帮我设计一套运动跟饮食的健康计划 因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希望健康 然后我说我希望在一个月内瘦下来 我的身高是176公分 我的体重是60公斤 那么你看你给他一些相关的资讯之后 果然他就可以根据你提供的这些资讯 帮你你定了一套 他说可能适合你的运动跟饮食计划 那这个运动计划跟饮食计划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乍看之下 是不是还蛮厉害蛮合理的 对不对 但其实我在这边埋了一个陷阱 我不知道各位你有发现吗 因为我给他的线索是说 我身高176 我的体重是60 那其实这个身高跟体重如果说各位你从这个BMI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的这个指数应该算是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表示你看在这距离没有被我骗到 他一看他就说其实你的这个BMI看起来还是正常范围啊 按理说似乎不用减肥啊 他说不过如果你希望一个月瘦下来的话 他还是可以帮你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 所以其实各位看一看 其实这个人工智慧他越来越聪明了 好再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给他不同的这个题目嘛 比方你说我现在给我请你扮演一个报社的编辑啊 然后你然后你给我一些回馈啊等等的 这些都是4A提问法的范畴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另外这样4W提问法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给他这个就是根据这个4W的方法 你给他设计 比方我这边提到说 我在一家科技公司任职 那么现在我要帮公司开发一款 适用于手机或笔电快充的行动电源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这个产品设计总监 你可不可以帮我拟定这个产品开发的计划 而且可以帮我撰写相关的规格书 那如果说我们的今天来参加的这个伙伴里面 有人是做产品开发的 或是你是一个产品经理 我想你对这样的题目应该就很有感 对不对 那么的确这个QGBT也可以扮演产品经理的角色 他也可以帮你想出这个还蛮完整的产品开发计划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你要先会问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那当然我们可以问他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方向这边 我又问他另外一个题目 我说现在我是在一家文具公司上班 那么我们公司就是要开发各式各样的这个文具 给上班族的族群 我们的TA是上班族 然后我这边我说我要做一个 因为我要开发新的文具 我要做一个简报提案 我要做一个Portpoint 然后这个Portpoint里面要有三个单元 分别针对这个市场 这个需求的这个现况厘清 还有市场研究 还有产品开发等等 然后我需要用这个100个字 每三个单元 我需要用各100个字来介绍 然后等等 我给他一些条件跟限制 然后我请他帮我规划出 我这个简报的大纲 你看你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给他一些提问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就是他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各位你可以针对你的需求 或是你的应用场景 好去思考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很多的 这个提问的方法 那么各位你可以直接套用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开发 你自己的提问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一开始接触 那你用坊间的一些指令 咒语 我觉得当然很好 但是我想很快的 你应该就不会满足 就是不会满足那些现成的咒语 跟那些现成的指令 因为你会发现 你的工作场域 你的生活 跟那些咒语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你可以设计你自己的咒语 你可以设计你自己的提问框架 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确许GPT 它会是你更好的帮手 好 那么所以呢 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Vista提问法 这是我自己开发出来的提问法 那么因为我常常在教数位行销 跟文案写作 所以我当然很清楚知道 大家在写作或者行销的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问题 所以我就针对这些应用场景 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提问法 就是分别是针对这个Vista 那么就是有五个步骤 那么你有了这个五个步骤之后 你有一个五个方针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传达给GPT 然后呢 请它按照你的提问法 按照你的提问框架 来去回答 或是来去发想 所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 如果说我现在是科技业 我现在要写一个科技业的商品文案 好比说我现在要开发一个蓝牙耳机好了 我就可以用这个Vista提问法 对不对 请它来帮你发想 所以各位 你可以去开发你自己的提问法 你可以去应用线程的提问法都可以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知道 你不但这个有鱼吃 你还能够自己开发发明吊杆的话 那会更棒 对不对 所以像这边我提到这个科技业的部分 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可以应用什么样的框架去发展出你自己的这个文案 那甚至呢 我还把它设计成模板 所以各位 你看看这个Vista提问法 我把它做成模板 所以这个模板的话 就是你可以把它 想想看 你就很快的 像填控一样 你就可以在这个填控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填出来 那是不是很方便呢 像各位以后你要 开发一些文案 写些提案 写些什么产品规格书等等 你就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 用填控的方式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一个这个草稿打出来了 我想这个的确是相当审视的 所以我自己针对我多年来交行销跟交写作 我观察到这个业界大家的一些需求 我来设计一个这样的提问法 我就希望这样的提问法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这个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那当然大家看看 所以像刚刚这个科技产品的文案 你可以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而且更有趣的是 你还可以跟他要求说 我们可不可以用问答的方式 比方说用一问一答的方式 来去推敲出这个文案 你不但可以请他直接写一篇文案给你 你还可以跟他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比方说我来扮演产品经理 那你来扮演客户 或者是我扮演产品经理 你扮演我的主管 那我们用问答的方式来去勾勒出这个整个文案 这也是可行的方式 所以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现在方向有这么多的这个提问法 这么多的提问框架 你可以去找到最适合你的 或者是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你可以像我一样 你可以设计一个你自己专属的提问法 那是不是很酷呢 好 我们前面讲到履历嘛 履历表嘛 我这边在举个履历表的这个案例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之前一定试过 你可能请他说 我现在想要找一个设计师的工作 我想要找一个行销经理 或是一个社群小编的工作 请你帮我写一份领域表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尝试过这样的事情 对 所谓的咒语所谓的指令 都是他常提到的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咒语 或者是指令的阶段 我希望各位你要去了解整个 你的问题的脉络 然后能够理解这个提问的体系跟架构 我觉得这个方间现在有很多的咒语跟很多的指令 这些当然很方便 但是你用多了以后你会发现 这些咒语这些指令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他不见得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因为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产业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状况 对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去想想看 你要怎么样去开发出 或去找到适合你用的这个体系 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想想看 那么我们讲回来 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个撰写履历表 或者写文案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之前都有曾经 叫确计地帮你写一篇文案吧 写一篇履历表吧 那么你会发现 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也还不差 但是呢 还不够好 对不对 还不够精准 那么如果你希望这个他能够帮你 写出更好 更精准 更漂亮的东西出来的话 那当然你就要给他更多的线索 你要给他更多的一些互动 所以像我刚刚提到这个Visa提问法 我甚至在这个写履历的部分 我就要求他 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帮助我 来产出这个履历 所以我会真 像我刚刚讲 我的提问法有五个阶段 我从这个V开始就想象愿景开始 我就会告诉他说 我现在 我是一个使用体验的设计师 我有三年UiUX的工作经验 那我开发过五种小家电产品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在履历表上面 展现我的愿景呢 我要怎么样勾勒我的愿景 才能吸引面试官来阅读我的履历呢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热门的工作 非常多人竞争嘛 那如果说你的履历表情都写得很平淡 很平凡 写得千篇一律的话 那当然这样的机会是没有什么有兴趣的对吗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你从想象运气开始 那么你就可以跟他用问答的方式 所以你就跟他模拟 所以你看这个QGPT他不但是我们写作教练 他也可以成为是可以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履历见诊的这个顾问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就可以请他来帮我们去发想 所以站在那边他就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比方这个QGPT建议说 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专业发展方向啊 你可以想一下你的技能是什么啊 然后你可以你可以去提提你对产品或技术的热情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建议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嘛 我说我现在这个在帮大家做履历见诊 我光今年就已经做了五六百份的履历见诊了 那么我发现很多人他可能会在履历写说 这个我很懂我很懂这个我很擅长office 我很认真我很细心 可是他都没有没有具体的举例 他也没有没有用数据来呈现 那其实这样是非常可惜的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各位你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去考虑你的 你怎么样把这个细节交来的更清楚 所以像这边上在这个想象运景的阶段 他提到三个点我觉得蛮好的 他说你要考虑一下你的专业发展方向啊 然后这个你的你可以多说说你对产品等等的热情啊 然后你可以提提你对于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 一些理解啊 我觉得这几个建议都非常好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是要找一个YUX相关设计师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几个提点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来去强调你的专业和你的兴趣 那我也必须说 这个确计必须根据这种问答的方式 他最后我请他完整写出一份履历表 我发现他写出来的履历表 比我看过这500人 普遍都写得好 所以这真的是让我觉得一则一习一则一忧 所以当然写履历表啊写字转 当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一个学问 那这个部分刚刚有人问是3.5还是4吗 我现在这些都是用3.5写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用GPT4的话 那当然你可想而知他应该会写得更精准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GPT4一来他速度比较慢 二来他现在有这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他有条数的限制 所以我现在在举例的部分 我还是用3.5来举例 但是各位你就想3.5可以做出这样的水准 那如果在4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应该可以更精准对吗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重点可能不只是在于这个版本 GPT的版本 而在于真的是你会不会问 或者是你你有没有做到重点 你们都要诀窍 所以我也希望说各位 你不要只是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篇文章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个课速性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个什么东西 你可能要给他一些线索 给他一些方向 那么他会给你更好的回馈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 像我的这个Visa提问法 我有5个步骤嘛 那么我就建议大家 你要去思考你的提问框架是什么 你的提问建议是什么 那这边有些原则了 那基本上这个是从我的新书上面 在录下面的资讯图表 我今天先放给大家 先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么有些聚集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概念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想想看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 你要先思考你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再来你去找一个可以套用的提问框架 然后你要限缩这个范围 然后慢慢的聚焦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能够基本上遵循这几个原则的话 我相信你就能够得到更棒的一些回馈 这个地方就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其实我们讲到写作 我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人的写作场景 不外乎这些 比方说商业 职场上的应用 或者你可能写一些生活建文 比方什么实际 邮寄等等 或者你偶尔你会写一些日记家书 或者有些人可能是文情 或想要艺文创作 或者其他 但是我想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写最多的 应该就是第一类跟第二类 商业文书跟生活建文 顶多还有第三个 这是应该是最多的 那这几个写作场景 当然ChairGP都可以帮助我们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方法 我希望各位可以去想想看 你可以去套用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甚至开发你自己的逻辑 我觉得很好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AI写作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们重点还是在写作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你要多练习写作 写作没有那么困难 那么以往讲到写作 我们都知道起程转合 但是起程转合 天下有点抽象 所以我有一个自己的写作逻辑 跟大家分享 我建议大家 你先从观察做起 那你能够仔细的去观察现况 你能够去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事物 然后你能够试着用你的话语 去把这个感觉说出来 再来从中去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最后你再把它写成文章 那么如果你能够从观察 描述 思辨跟行动 这个四个步骤 来去做 作为你的写作的参考方向的话 那我想你应该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 你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 所以我们今天就其实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的 比方说今天我们有谈到商品的文案 有讲那些履历表 那在我即将出版的书里面 我还会跟大家介绍上这个商业的书信 或者销售业的设计 我想这些部分大家都可以去思考 所以重要的是我鼓励大家 我们使用 确实GPT使用这些AI写作工具 你必须先知道 这些工具它不是传统的搜寻引擎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你要稍微调调试一下 这个你的使用心态 你要放弃过去的这个正确主义 你要慢慢朝向这种修盛主义 过去呢我们可能把关键字打一打 然后就直接就丢出去 他就给我们一堆的答案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那里找到我们想要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怎么样跟确GPT 一起来共同创作呢 我就鼓励大家 我们要用这种成长思维 我们要用这种修正主义 我们要不断的跟他对话 不断的跟他限缩 那慢慢的你就会找到 这个你要的答案 那甚至我鼓励大家 你除了套用方间的这些 所谓的指令或咒语之外 我更建议大家 可以按照你的生活 或者你的工作场域 你可以去开发你自己的提问的框架跟体系 那么你在设计这个框架跟体系的过程中 其实一来你就重新复盘了你的工作 跟你的这个技能 二来你就更清楚知道 你就想象这个 你要怎么教这个确GPT 你要怎么把你的专业 把你的这个工作的领域的东西 把它用简洁的方式 交给确GPT 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 所以你在教的过程中 等于你自己就重新复习了一次 而且以后呢 你可以套用这样的架构 你可以请他产出更有帮助的一些内容 甚至是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 你不但是可以请他帮你写一篇 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 甚至你可以用角色扮演 今天你扮演甲方 下次我扮演甲方 有人扮演甲方 有人扮演乙方 你扮演老板 我扮演客户 有种方式来做一些互动 那么像确GPT 或者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工具 他就可以变成是 你真的是生活跟工作上的好帮手 我想这个部分 也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想这个有效的写作流程 很重要 从观察描述思辨到行动 这个部分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 那我自己有经营一些 这个AI相关的 这个YouTube频道跟社团 那么有兴趣的 伙伴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频道 叫做AI好好用 在YouTube跟在这个脸书上面 都有相关的社团跟频道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加入 我想我今天的分享 大概到这边可以告一个段落 那么最后我想跟大家来提一下 最近当然很多人在谈谈到这个AI 是不是会取代我们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这当然不可会言 的确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就是有个领域是永远需要人类的存在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个领域是什么 那么我想可以接受答案 我觉得至少就短期来看 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我们人类的情感 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容易被 短期内不容易被取代的 所以各位你要想想看 你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创造力 你怎么样去发挥你的这个情感 你的细腻的一面 这当然也很重要 好有人在问这个文心一言 对不对 那么当然他们现在他的技术也不错 但是当然你现在还 我觉得他还没办法 他还暂时还不如去GPT 这时还谈不上并驾期区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他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当然现在大陆那边 他们有好多家厂 好多大厂都在开发 比方腾讯 百度 阿里巴巴 等或者有些新创团队都在开发 那这个部分当然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 都这个永兵自重 都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投入了很多开发人力在开发 所以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这个竞争 包括像Google 对不对 以往我们觉得Google很厉害 他最近好像感觉 Google好像稍微有点落后 不过这个部分 他们大家都会努力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使用者来讲 我们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不是这些公司的员工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 我们就善用这些工具 我想这是我们很棒的地方 那当然除非说你对于这些趋势 科技你很关注 或者你相关领域的人 否则我觉得 我们大概稍微了解就好 我还是鼓励大家 我们要多去思考这个 他的本质 我觉得就是提问很重要 但是你可能要去了解 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现象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看到很多现象 对吧 那现象背后有些问题 那问题背后有些本质 我希望大家 你不只是看到现象 你还看到问题 还看到本质 那么这样子 你才能够去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我也希望跟大家相互勉励 我们一起来加油 好 那这个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的简单二要的分享 那我是不是先把时间还给鼎立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也请这样这样的 可以这个 这个没错没错没错有字 谢谢有字 好 OK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直接进行到我们的QA环节 那也请这个小帮手帮我把相关的问题投上来 好这边有一点点小空档的时间 同样还是有一个链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一一 脆脆脆脆的讨论区 也就是在那个生产师AI学院的网站里面 他有一个讨论区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呢 专业的讲者来做解答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疑问 或者说呢 你有一些 读到的观察心得都欢迎来上面分享 好 看起来这个头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啦 OK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有限 好 置顶的几个问题 代表说呢 有不止一个人同意 都觉得说这个问题也是他们心中同样的疑问 好 老师我们就先来看这第一题好了 这位同学他说呢 他同意说现在的履历 其实都可以用AI来做优化 不过AI很容易留于 课板的一个形式 所以针对这个履历的部分呢 老师可以举个这个运用AI实际上优化的例子吗 好 其实 因为今天基于时间跟篇幅的关系 我没办法就是做太多详细的介绍 那刚好在我的新书里面有完整的介绍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我对面会简单讲一下 关于像履历啊 我们其实都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直接说 你可以帮我写一份履历 对不对 当然他也可以 就洋洋沙帮你写一篇履历 这没问题的 你说我现在我想要应征行销的工作 想要应征产品经理的工作 当然他一定也可以写出一个有模有样的履历 但是就像你说的 这个可能会很像 或者很刻板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经验 你的专长 你的人格特质加进去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人资啊 这个HR 其实他可能他与其看着你的学历 他可能更重视你的人格特质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你自己的人格特质啊 把你的这个专业啊 把你的这个热情啊 把它多多一些描述 比方像刚刚我们举这个 UIUX设计师的例子 你除了告诉我说 你是什么大学设计系毕业的 你有几年的开发经验之外 或你得过什么奖之外 你可以把你对于这个使用体验的热情啊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工作啊 对不对 你的想法 你的愿景是什么 你可以多做一些勾勒 然后让这个确计帮你去发想 我觉得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再套用这些 不管是什么4A提问法 4W提问法 或是我的Vista提问法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跟他做更进一步的问答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 OK 好 老师 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重点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写履历的时候 会输入一些基本的资料 但是你可能就是 可以勾勒一些相同的愿景 例如说你想要呈现出来 你这个履历是呈现 你这个人什么样的风格 或是说你之前做过的一些专案 它的亮点在哪里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可能再进一步再告诉ChairGPP 请他来帮你再做一个优化整理 那也许产出的东西 就会跟这个知识的履历不太一样了 好 那我发现真的很多人都有问到说 老师的新书 老师是不是在帮我们简单透露一下 你接下来这个书的内容或是名字 我的新书 我的新书是这个月底 5月25号就会出版 是城邦旗下的布客文化会出 但我之后 可能我再把相关的讯息 放在我们的line的社团好了 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 就是大概在5月25号前后 对 好 OK 所以看起来有同学就一直说写新的抽新书 看起来暂时没有办法 我们525之后再说 然后其实刚刚也有很多人在留言的部分 也有特别提到说 那今天的相关精华简报 我这边统一讲好了 因为老师也希望说 大家给他一些回馈 所以请小帮手 你帮我贴回馈单的连结 好不好 如果在回馈单的连结里面 大家有对于一些老师今天上课的反馈 同时也留下你的信箱 说你想要精华的内容的话 OK 我们就会针对回馈单的部分 来把老师今天的一些精华的内容再传给你 OK 好吗 好 小帮手等一下帮我贴一下 还是好 不然我自己来找一下 我看一下回馈单 回馈单 回馈单 好 有了 这个生成式AI创新学院 账号上面有填写回馈单 好 各位看到这个连结 所以待会儿如果对于今天老师上课 有什么样的反馈 都欢迎在里面提出给我们 记得留下你的信箱 然后说你想要这一场的一个精华的相关内容 好 我们继续来回答问题 请问老师在标题的生成上面 你通常会给予什么样的prong 而且因为通常在可能简单的几次提问 你一定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那你到底会怎么样收敛跟聚焦 好这个部分有请老师的专业 好 我们都知道下标很重要 所以以往我在教写作的时候 我会针对这个部分 我会特别讲解 我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我们写作看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目的跟动机 对不对 目的动机 你这篇文章的目 你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 再来你针对的TA 就是你的目标的读者 目标的课群是谁 这个很重要 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卖手机给大学生 那如果你大家对大学生做些诉求 那跟你现在卖手机给上班族或是引发族 那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卖手机 对不对 但是不同的族群 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再来我也会建议大家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主标搭配副标的方式 主标谈这个事情 比方说你今天贵公司 就是你们现在可能销售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是你们现在办一个什么活动 那么主标就谈这个东西 那你副标你可以告诉我你买了这个产品之后 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对不对 你什么收获 或者是会有什么好康等等 所以你可以用主标跟副标的方式 那同样的 你可以让QGVT跟进这个部分 你可以请他说 那你可以帮我设计一下这个主标副标 或者是你给他一些关键字 对不对 让他结合这些关键字在这个标题里面 我觉得都很不错 甚至是你也可以举例 我觉得各位你也可以 如果说你在平常 你有发现一些不错的这个标 别人写的不错的标题 你也可以收集 像我平常在讲课的时候 我会鼓励大家去建构你自己的灵感资料库 我也建议大家 你可以建构你自己的灵感资料库 比方说你看到有不错的传单 不错的文案 不错的一些资讯 你就把它存下来 所以在谈下标这个事情 如果你发现 好比说有有些人他就很会下标 或者有些媒体的标都很厉害 你也可以把它存下来 然后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打出来 你可以说 请你参考这样的风格 对不对 来包装五个 那么他一起就可以去帮你 帮你延续这样的风格去思考 所以这个下标 当然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ok好 其实老师刚讲到几个重点 就是你不管在写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TA是谁 你清楚的定义你的TA是谁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 置入给这个TrashPT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你的TA到底是一个 例如说20到30岁 他大概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ok他的兴趣他的背景 他从事工作大概什么 越清楚越好 也许在这个标的宣传上面也会越精准 那再来就是包含的老师刚刚说 你可以拆解标题 主副标的部分 那以及说加入了一些风格 你要的是一个吸睛的文案 但是你要怎么样吸睛 你要呈现出来是一个正面的方式吗 还是一个负面的表述呢 还是一些这个恐惧的诉求 也可以再加入一些风格 那以及说一些平常的一些 收集的灵感的部分 那这同时都有助于各位 在下标上面的一个帮助 好 继续下来 我们再来看有一个两个赞的题目 他写到 这个还蛮有趣的 文章创作者有办法通过TrashPT 知道此文的TA群吗 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 老师你怎么看 我必须说了 现在他没那么厉害 而且很多事情我刚讲了 很多事情我们不能都丢给他做 对吧 所以我觉得像TA这个事情 还是应该我们自己设定 你今天你的族群是谁 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要有复案 你可以问他说 好比说这个大学生世代 他们可能会重视什么 你可以问他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说 那你帮我想想看 我这个东西要卖给谁 他可能跟你讲说 我是一个语言模型 我不能帮你 我不能帮你这个 所以决定说你要等下卖给什么TA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 可能各位你还是要先自己判断吧 然后也结合贵公司你的属性 你们是擅长什么样的市场 对不对 这个部分你们还是要自己先做设定 那设定之后你可以问他说 那好比说你现在写了一个文案 你可以问他说 那这个文案你觉得 也没有真的打动大学生世代呢 有没有打动银法族世代呢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好 这个留言区有人特别提到说 111旺 他问的问题是说 老师那你平常像这种灵感的收集的话 你可能是用一些专门的软体吗 还是说用一些记事本 还是用一个特别的相簿 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呢 好 这个题目很棒 我平常课程我都有分享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这个其实没有特定 没有一定的方式 如果你喜欢你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做笔记 你喜欢用纸笔啊 传统笔记本 那么我觉得很好 你可以用笔记本来 然后结合便利贴等等 来做管理 那么如果你自己喜欢用手机啊 喜欢用笔电啊 电脑 然后你可以用像像刚刚我们提到 像什么Notion啊 Haptabase啊等等专业的这种APP 来来做 那当然你如果要用工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方说像现在平常我会用Notion 我会用Haptabase 这些都是笔记软体 然后如果是专门在存图片的话 我也有软体叫Ego 就是那个老鹰的那个Ego 我会专门用这个Ego这个软体 来存一些图像的资料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便捷的工具 那我想这个工具就和各位你的需求 跟你自己的这个你主观意识的 那我可以给各位一些建议 但是就是各位可以去看看 然后过去就是我写过很多文章 谈灵感资料库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Google 灵感资料库或一个Vista 你应该可以找到很多 我写过相关灵感资料库的一些文章 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因为我们有群组嘛 所以之后各位 如果你这里有问题 你可以我们可以在群组多交流 我也可以把我也可以拍 就是拍一些截图 给你看就是我怎么样去收集那些灵感 然后我怎么样去管理 或者我怎么样去运用 这个部分我们后续 我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谢谢老师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两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分享 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 就会是在我们刚刚分享的 甚至是AI宣论里面的讨论区里面 如果有关于一些写出问题 AI的问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包含的我在想 接下来可能也邀请维权老师 也可以我们收集一些问题 那今天回答不完的 那我们再统一来做回回复 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家 也都欢迎到里面 好 来做分享 好 OK 好 这个我来看一下 小帮手 在帮我往下滑 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再回答一集题 OK 好 呃 往上 OK 好 除了提问技巧 还有TrackPT本身的知识跟训练资料 请问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 他回答出来的答案品质呢 呃 我觉得就是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你能不能给他一些脉络 你能不能给他一些足够的背景知识 你必须要提供他一些相关的资讯 他才有办法 根据你给他的这些脉络 他去做推敲 所以呢 除了提问技巧之外 我觉得你要给他相关的资讯 还有一点 当然你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也很重要 你自己如果说 如果你自己都不大会 不大 我发现还是很多人不大能够用这个 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去表达 那这样子我想这个TrackPT 他他要先解读你的这个意思 可能他就要花一番力气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虽然这些AI工具很方便很强大 但是各位还是不可以荒废你的协助 或你的沟通表达能力啦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你要多练习写 你要多练习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想法 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我想这个是很多教学现场 可能遇到的状况 就是学生写作文的时候 好像越来越多 可能都会以这种新的 这种AI的写作相关软体来缴交 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老师问的 那如果教师身为教师的话 他应该要怎么样来判断呢 当然 我想既然是资讯技术嘛 这个迟早会有方式 像之前OpenAI 他们自己也有 他们内部也有开发出程式 就是他们可以去判别 你这个是不是用AI生出来的 那其实现在说真的 你根本不要用AI判别 我光是用肉眼 我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基本上你现在AI的东西 他还是有一个pattern 还是有一个形式啦 所以这也是AI跟我们人类的差别 不过当然呢 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怎么样做这种 比如说著作权啊 怎么样做这些票窃的这些东西 那我想这些都是一个竞赛嘛 现在都是一定有相关的单位 都在做研究 所以现阶段也许没有一个很便利的工具 但迟早一定会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部分倒是不用太担心 那另外我可以再讲一下 比方像那个有些国家 它是比方说它的学术机构 它是禁止用这个QGBT这样的工具嘛 那像我们台湾普遍是欢迎 像台大他就发出公开的说明嘛 他鼓励老师跟学生用这样的工具 当然他有给大家一些提点 那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去台大的官网上 或者你Google一下 就可以找到那个台大的那个告示 他有针对这个部分 给老师一些建议 也给同学一些建议 这部分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而且我想接下来 其实也很多人在探讨 就是关于这个著作权的问题 我到底真的是AI 是跟著作有些没有相关性 而且像我看这个孟璇 你的这个回复也蛮有趣的 就是你有试过 把文章丢给QGBT 请他告诉我 这是不是他写的 OK好 然后在这个slider里面 也有人提到说 现在其实有一些网页 可以来检验文章 是不是QGBT写的 不过他后面问的这个问题 我也倒是蛮想请教老师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 我们先讲说 人机协作上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 可以分享的 或是说 可以怎么样把他这个人机协作 实际上 把它转换成自己的内容跟东西 而不是看起来非常的知识 这当然需要一点技巧 因为讲回来 你还是需要 第一个对你的这个领域 你要有一定的认知 再来就是我觉得 虽然我们今天讲说 我们很多东西 可以叫QGB写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的观点 还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上 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还是你要多加强写作 你不能想说 因为有些工具 你就完全就丢给他做 一来这样是不对的 二来这样子 你的价值 你的这个也都不在 所以这个地方 还是要鼓励大家 多去想一想 对 然后刚刚这个 有人在问说 台大什么的连结 各位你可以 我刚对了一个 你可以用这个部分 这个生成师AI工具 之教学因应措施 你用这个去搜Google 应该就找得到 台大的相关的连结了 我们最后应该还有两题的时间 小帮手再帮我往下滑 我们看还有没有一些问题 好 老师说写作比AI重要 那该从何培养写作能力呢 其实老师刚刚在课程当中 好像也有提到一个相关的观念 那是不是针对刚刚的观念 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上面的描述 好 我鼓励大家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写作好像很难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 但是我想各位 我想如果你已经认知这个内容为王 你认知写作很重要的话 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各位 你可以从自由书写开始 英文叫free writing 那么各位 你每天你只要花五分钟或十分钟 好比这个睡前或是饭后 你只要有个空档 对吧 你随便拿个纸笔 或者拿起手机笔电都可以 你就开始把你今天的一些建文 或一些想法 你就把它写下来 甚至是你今天可能追了个什么剧 吃了什么美食 你都可以试着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那你先开始练习写 你先不用想什么标点符号文法 或什么什么用字前 先不用管 你就先把你脑袋里的想法把它写出来 然后给你至少坚持五分钟或十分钟 你就这样练习 那我想你你就练习一个练习一个这个一个月三个月 我想一来你就会知道怎么写 第二来你不会排斥 那么你如果你练习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试着进行下一步 好比说你可以开始在你的脸书去发表 或者是你开个部落格来发表 你慢慢找到写作的乐趣跟方法 那么你就会知道写作其实没有那么困难的 所以怎么样培养写作能力 我觉得第一个要多 还是要多看多听多想多写 那我也鼓励大家 你要多去涉猎报章杂志 网路我们都活在网路上 网路虽然方便 但是网路的资讯它不够全面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你要多看报章杂志 多看书 多听广播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podcast 我觉得这些里面会有很多有趣的素材 有趣的一些见闻 那么我鼓励大家多看 还有就是各位你可以去 你可以也许你会有你喜欢的偶像 或你欣赏的这个专家学者 你可以找一两位当成你的role model 你可以好好去跟他学习 比方说你喜欢这个蔡康永 王文华或是什么吴淡如 或是什么春上春树都很好啊 你可以去观摩他们的写法 对不对 观摩他们的论述 观摩他们的切入角度 然后从中先从模仿学习开始 然后慢慢去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去建立你的风格 OK好 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其实我这边也可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好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所谓练习 不管是任何事情 因为像我刚刚 其实在这个留言区又有提到 有些人其实对于我今天这个主持的部分 是有肯定的 非常感谢明勋跟M好 那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多练习 那其实呢 我觉得在吸收一个新知 然后把它实际上变成你的武器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这个学习的法则 我们常常说3比7 其实输入是3 但最重要其实是输出 输出是7 不管你在学语言 或者说老师今天讲的写作的部分 甚至你在说这个主持的部分 因为我过去是主播嘛 主持当然是我的专业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练习多产出 那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可以送给各位就是 完成它其实比完美重要 OK 你有任何的想法就去做 OK 不用想的就是我做一些东西 还有一步登天或是一步到位 那我可以一开始就把它做得好 没有 因为你必须要经过不断不断完成的过程 你最后才可以到达一个 你自己觉得比较趋近于完美的境界 OK 好 我们最后呢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8点半了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我看一下 小帮手再帮我往下滑 我看一下 好 我觉得最后就来 这个问题好了 老师刚提到这个读书心得 那 如果是老师在使用的时候 不管是读书心得的摘要 还是一些不同的层面 你大概是怎么样来提供给GVT 一些背景的资料 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知道 因为现在这个GVT 它的余料库的关系 所以它现在的资料 还是在2021年以前的 所以各位 你不要拿一些最新的书 它可能是 它可能找不到 或者它还是乱掰的 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 原子习惯 这些书都是以前的书 所以你当然要给它一些相关的资讯 比方说 它的这个简介 作者等等 让它能够去找到 那这个部分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 各位 你现在请它帮你收集资料等等 你还是要经过查核的动作 你不能就直接拿来套用 对 我对它非常注意 因为毕竟它不是搜索引擎 它是一个对话的引擎 它是一个答案的推理的引擎 所以这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认知 那我觉得其实确GPT 我觉得它对于这个内容创作者来讲最棒的地方 不是它帮你写 而是说它可以跟你一起共创 或者是它可以陪你发想 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 过程很重要 我们今天不是讲了吗 一开始有讲说这个AI生成的时代 懂得分享过程才是获利之道 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跟这个QGP对话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 最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各位你可以学到最多东西的地方 那个答案跟结果反而不是最关键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很难说直接把那个文案 或者那个履历表直接拿去用 可是我们在过程中 你怎么样跟他沙盘推演 你怎么样跟他互动 比方说像今天提到很多 提到履历嘛 我们也可以请他扮演面试官 对不对 我是求职者嘛 他是面试官嘛 那请他来发问对吧 然后我来回答 这个过程中间的攻防 一来很有趣 二来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是这个过程 有的时候会比这个结果还重要